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流转的街道 这两本书都是蔚兰文化出版的 那作者呢 邱慕容 他自己是学历史的 然后对于米粮文化做了非常多的研究 然后书里面当然就告诉我们 台南也就是府城的米食文化 还有这个在地的寻根 他其实有两本书 这两本书很厉害 对 所以一本就是颜棉 我把它念成绵延 我是奇怪的 颜棉的山桌 还有流转的街道 那今天我们就跟慕容连线 由他来跟我们来分享 来介绍这个府城的米食文化 慕容在线上 慕容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慕容 你的那个名字取得就很异文 很异名 会不会 对对对 但其实是本名 来 你就参与了一个计划 参与了一个古都基金会的 台南市旧城区 长明生活米粮文化的资产调查计划 对不对 参加了这个计划 做了一些研究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 请你来跟我们来讲 台湾的米食文化 台南的米食文化到底怎么回事 从哪开始 好啊 就是说要直接叫我讲 整个台湾或台南的米食文化 实在是不敢当 不过我还是跟各位观众 简介一下这两本书 这两本书 对对对 因为这两本书的话 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位作者 我们是另外一位作者 是陈大建築的博士 然后郑安又博士 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合作 你说那博士老师叫什么名字 郑安又 郑安又好 郑安又 来继续 对就是这本书 如同刚刚主持人所介绍 它其实是源自于 那个时候我在台南的一个 做老屋复兴的基金会 叫古都基金会 那时候我们执行了一个 老屋复苏 现在是显学 是是是 基金会大概在20年前 左右就开始推动了 算是整个老屋复苏 推动了始祖这样子 嗯 然后后来就是我们比较把 管主的重心从房子 就比较从一体建设 然后开始延续到一些 比较是产品文化的方面 那这是系列的调查计划的第一个 第一就是系列的调查计划的首发啦 那就是我们就是以米识开始谈起 那就是由郑安又老师当计划主持人 然后我来做计划执行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就之后就有了 这有了一个计划成果之后后来还蛮幸运收到台南市文化局的邀请 就是把这个计划成果写成两本书就是刚才介绍的 所以是另外写的哦 他不是他不是研究报告就直接很硬邦邦的拿来变成书 没有你另外又去去去去去用比较浅白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你的这个研究成果 对不对 是是是没有错 因为我有一阵发现有一些出版社 他们就直接把那些研究案或是计划的研究报告就变成书了 但你这个不是这两本延绵的餐桌还有流转的街道 他不是对不对 还另外写你又花时间去写他 有有我们大概又花了一年时间再把研究报告做改写 嗯来来那我们从哪里开始 说从台南的日治时期啊 比如说这里面有谈到日治时期台湾蓬莱米还那么没那么盛产的时候 台湾人多数都是以再来米为主食对不对 是是来这个部分怎么怎么解读怎么去看它 嗯就是我们现在一般来讲 大家可能普遍吃一般吃自助餐或自己家煮饭 其实这都是蓬莱米 那这个是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做品种改良 然后引进台湾才开始有的 那其实但是再来米其实也没有消失在我们的生活中 像是我们吃那个菜桃柜啊 就是很多那种什么什么柜 其实都是羊贵 这些都是再来米 对对对 贵为什么啊差别在哪里 嗯 因为其实在它的那个黏性不一样 其实我们吃一般的我们晚中一般三餐吃的白饭它有点黏度嘛 嗯 那但是其实就是再来米的它的那个黏度比较低 就是没那么黏 对对对对 它就适合可以拿来加菜桃啊或加其他的东西 或者你把它打成浆之后把它吹成粿这样子 嗯 然后因为再加上因为蓬莱米是日本人在吃嘛 所以其实这个这个什么什么粿也不是原本日本的那些鹿粿菜桃柜也不是他们原本的文化 为什么就日本人就不爱就就就就开始在台湾这个鼓励大家种植蓬莱米对不对 对因为日本人就是吃不习惯 对可是可是我要讲你台湾台湾的台湾现在到到了这个世纪 台湾现在的米都都各有品牌了各自有不同的品牌而且各有各的特色哎 对不对 日本米当然也是 对对啊 嗯 所以这个这个发展是到什么时候开始的 其实台湾的开始重视品牌重视在地的风土对不对 嗯 对对对 这个大概到1980年代以后慢慢出现 嗯 就是可能比较长一辈人会有印象说以前的米是超级大一袋 那一袋可能是100公斤对对啊现在一袋最最大最大也就是60公斤 50公斤吧以前100公斤100公斤谁扛的动啊50公斤都很难扛了对不对 是是是所以我们非常难想象就是台湾稻米整个大家吃稻米吃最多的时候啊一年可以吃到140几公斤 你说平均一个人40几公斤哦是对就对应该这个跟跟饮食习惯也有关系或者说跟健康也有关系嘛 因为因为淀粉淀粉不能吃太多了哦 对对对所以其实为什么为什么台湾会有越来越多的品种 为什么会多样化其实我觉得跟以前我们把吃米当成是一个就是 它就是淀粉一个热量来源 对到现在其实我们追求的是不同风味啊产地的特色啊 甚至米背后的故事嗯那都是这些生活形态 变前啊都是造成为什么米现在有这么多油化发展的原因 ok 你说米米米在米业在最兴盛的时候台南大概有500间米店 对而且还不能不能越去到高雄卖卖到其他地方不准就对了 为什么啊这个你的研究是怎么怎么回事啊 对因为这个其实在戒严时期的时候其实是有把台湾化分成不同的量区 那个量区的概念很像那个就是例如说像是呃台南台南县 然后北高雄啊嘉义就是有一些地方它其实是原本日志时期的台南 后来变成台南在战后变成台南区那新竹其实各地方都有一个量区 那在这个量区内里面米谷它其实是不能够自由流通的 那个时候是谁组阵 那时候是谁组阵 那个时候是谁组阵 我戒严时期 对 是戒严不是日本 不是日志时期啊 是已经是战后了 是哦 这么严哦 对对对 那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 目的就是其实其实那个时候战后 例如说就是中华民国刚来到台湾的时候也带了很多人口来嘛 那其实那个时候粮食是很重要的管制的必需品嘛 因为其实有新增的人口进来 但是那个时候又是刚好一面要反攻大陆嘛 那一面又要照顾这个国内新增人口啊 然后所以其实米谷是一个很重要的军需的粮食 他其实那个时候就开始进入管制 那一直到粮区就一直到戒严之后 然后才开始接近这样 那个那个米啊 我们阿兵哥吃的米跟老百姓的米不一样啊 因为一般的老百姓我们吃的都新米 对不对 可是军人啊 阿兵哥吃的都叫旧米 你知道吗 对因为有一部分可能是因为其实台湾有那个 就是会有收购嘛 那就是其实是那个收购的米然后放在仓库里头 然后给阿兵哥吃 我自己也有吃过 你吃过吗 真的很好吃 蛤 对有一次去军需然后做港岸钓鱼的时候 是哦 招待我们吃他们的午餐 然后你就觉得我跟你讲 我我我记得我当兵的时候这种这种少有少爷兵啊 我们同桌吃饭嘛 他很高兴啊 他说哎哎哎哎你看好棒啊 我们还可以吃蛋炒饭 因为那因为那个米是黄黄的你知道吗 他他就看了那个他就看了一锅里面还黄黄 他就以为是蛋炒饭 他他不知道那个是他不知道那个是旧米 所以他颜色比较深你知道吗 我真的是当然当然无所谓了 我觉得我觉得啊当兵啊有的吃就很棒了 你还咸呢 那也没什么好咸呢 一种米一种味道嘛 对不对 对那你你里面研究说台南有500间米店 这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那么多啊 其实在台南以前就是以前 就我们小时候了 我们小时候你我不知道你你是80年次 我们小时候我是我是50年次的 我们小时候就要去买米哦 对那就买买米回家放到缸里哦 那哪像现在现在买米都是一小袋一小袋 对不对以前不是嘛 以前去买回来要放到缸里 缸里还要防潮了耶对不对 那就这样子吧 那一次买那么多米就好了 那干嘛要500家米店啊 怎么回事啊 就是其实以前在 什么没有就是米多是不是你的意思 也不能这么说 应该说一方面来讲是我们生产的多 吃的也多哦 那其实在台南这些米店 因为我们有台南县这个产米的地方很多嘛 然后就是其实在产地 那住过初步加工之后 他们就会经过火车啊 或者是卡车运到台南市里面 在台南市里面拿到的是糙米 那这些米店呢 他们可能有金米基 那就把它捏成百米 然后接着就开始到处去卖 那我们也可以想象说以前其实交通好像也没那么方便嘛 就是我们现在可能今天我在台南市我要去安平 我骑机车十几分钟就到了 可是以前并不是啊 以前可能就是脚踏车啊或者是走路 所以其实那个无论是我们吃比较多 或者是交通的因素啊 其实都造成过去加加上以前就是吃米人多嘛 那这就是一门生意 可是可是这么多那就会就会杀价竞争了啊 这么多耶 会不会 其实以前是有管控的价格 就是那个米股工会 他们会有制定 每就是每天的一天的米 那今天是一斤米 然后百米多少钱这样子 大宗物资 所以其实不会差太多 是是是 可是卖没有那么多人啊 你有那么多店那糟了啊 对不对 卖不掉怎么办呢啊政府收购 哦这是一部分啦 不过就是政府收购比较是针对 应该是比较针对产地端 对我们在台南市看到 他比较是加工跟零售 那现在呢 现在台南还有那么多米店 现在我们那时候调查 真的是少非常多 是一百间以内 就是以整个旧台南市的范围里面 哎呦我觉得时代不一样了 现在现在整个的产销供应链 跟那个年代也不一样了嘛 现在你要买米 我不知道便利超商有没有啊 你至少超级市场里面就各种品牌的米都有对不对 而且抽真空对不对 甚至你今天去参加人家的婚宴 走的时候他送你的伴手礼也是一小袋米对不对 是是是有没有就一个方方的哎那个不知道能做几碗我收到我到现在也没剪开来也不也没有把它生成一顿饭来吃对就现在现在买米很方便了啦对不对对对 所以说要说台南现在有几家米我觉得他也蛮不容易精确的算因为其实只要有卖米都要做两商的等级 所以像是统一超商啊 嗯 这些都有都有被算在能够卖就是有这个卖米卖米的分析 哦对对对哦原来原来是这个样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啊因为你你里面有有做了一个研究就吃番薯千长大的那等一下来跟你聊一聊这个甲寒吉配饭的这个历史到底怎么回事嗯待会回来 来我们继续跟这个书的作者啊这两本书一个叫颜棉的餐桌另外一个叫流转的街道那蔚兰文化出版的作者邱慕容 他花了时间啊去做了这个米的研究啊那这是政府的一个计划然后他在把这个研究报告用比较浅白说故事的方式啊来跟所有的这个朋友来分享 所以我们就聊到了刚刚就聊到了台台湾的这个米啊最早台湾人在吃的是再来米一直到日本日治时代才开始日本人引进了这个蓬莱米又聊到了台南啊曾经米店非常的多啊那可以称之为米都啊 但台湾的粮仓是在台南吗不是嘛粮仓应该不是台南对不对应该嘉南平原吧啊 就是哎我没有特别去研究每一个时期的不同产区的产量但台南确实不是第一的不是第一啊哪里是第一啊柴米最多是哪里 我猜应该是那个左水溪那一带OK西螺那边对对对对江晃那边对可能是那边上个阶段我们就聊到了啊 这个吃番薯讲含籍配饭的这个历史你做了研究也不能说是做了研究只是把它就是把这一段过去写进去对对对对因为我们把这个过去把它放到放到整个米粮米粮饮食的历史里面来看 跟我们今天在做我们今天就是吃白饭会觉得啊今天又增加几卡路里那个是对比有非常大的不一样 那你讲讲看你的调查你把那段故事来说一段故事给我们听吃番薯配饭的故事 其实以前就是我想这段应该是要表大哥来讲吧 为什么为什么是我讲我觉得是 我没有经历过那一段年代 我觉得是会不会是古时候是因为因为生活比较贫瘠啊 米比较贵对不对 对啊这是这是一部分加上应该是说就是其实肉食也 肉食什么的都是这些也不算便宜 所以其实吃饱的话其实吃米最容易饱嘛刚才有讲到说我们台湾人一年可以吃140几公斤的米 这个算一算平均起来一天吃午餐吃午饭 所以其实这真的是一天吃午饭 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很难想象我们可能问自己今天到现在吃了几碗饭可能还不到一碗 早上吃面包嘛还没吃午餐对啊 对啊吃番薯我觉得可是到后来后来反而变成一种 享受我以前是为了为了为了填饱肚子嘛对不对 对然后可能没那么多钱买米就弄一些 番薯签在跟饭煮在一起 但现在不是啊现在你这个饭里面拌了一点 番薯啊什么就很好吃哦又香然后又甜对不对 整个的整个价值观念是不一样的了 对以前以前为了穷嘛就就就分散一点嘛就好像说就好像说你今天要灌个香肠 我肉贵啊肉比较贵所以呢我就把豆腐塞在香肠里面 那就那就真的真的这个这个眷村里面有所有的豆腐香肠 然后比如说这个韩国的辛拉面啊韩国很多人现在喜欢吃辛拉面那个泡面有没有 你你有没有吃过有哦有他很Q对不对嗯那你知道他为什么那么Q 加了番薯粉吗对他是马铃薯哎他是加麻所以他很Q其实其实我们华人华人里面就有很多类似的这种这种生活智慧嘛就那个东西比较贵我们就还是用但是有一部分就改用其他的东西来替代哎反而造就了新的这个风味的这种 对于口感嘛有没有对像是霸丸也是霸丸你讲讲看再来米浆再来米浆加上番薯粉所以他其实其实我们从北中南这样吃啊每个地方霸丸的Q度不一样真的跟他那个米浆还有番薯粉比例有差别然后当然跟炸的跟蒸的也是有差 嗯哦真的就暖暖糯糯糯嘛炸的就会有一点有点脆度而且他有一点透明度对不对是是是是那个透明感可能就来自于另外一种另外一种粉 嗯嗯嗯嗯对不对这你有研究吗还是你只研究到研究到他做做成用用米做成糕就finish是不是哈哈哈哈 其实大概大概知道这个原理之后我到各个县市都去吃霸丸啊然后那你有研究出来什么伟大的发现跟大家分享来也不能说是伟大的发现是小吃的 卑微的小发现来跟大家分享来来来来像是那个我就之前去吃屏东的霸丸啊屏东霸丸好白哦然后他是用蒸的嗯哎你讲好白我又担心了其中有没有什么什么什么添加物之类的没有 应该是没有因为他吃起来真的是番薯粉的比例加的很应该我不知道到底加多少因为我没有问那但是他真的是米的口感很重然后吃起来软软的我就想说他应该是米浆的比例是这样的他应该用蒸的啦哦所以才对对对对对用蒸的然后番薯粉我不知道到底加了多少或者是有加或没加不太清楚可是跟我自己新竹我们新竹习惯吃的霸丸不太一样 新竹就是加满多番薯粉然后炸再就是用油泡的炸嗯吃起来就QQ的很Q对不对嗯那里面的馅有没有差别呢新竹比较特别新竹是里面是红糟肉就是这肉加红糟的还有一些葱啊嗯那南部的话就是肉嗯哎也都是肉啊味道呢味道有没有差别一个葱油葱的味道比较重 嗯新竹是红糟然后他是肉片嗯哦就是一块一块的是吗哦对对对我没印象了我忘记了我都吃贡丸而已嗯哦真的吗还有还有水蒸蛋糕还有水蒸蛋糕新竹有没有嗯也好吃嗯ok那你说南部嗯对他比较是一球的就是捏着肉丸状对不对对不太一样那也有弹性对不对肉本身吗对啊他那个肉丸状 对对就那个肉浆了哈里面可能也掺了一些一些淀粉啊什么他会比较而且好像过过油以后他就比较Q嘛对对他比较不会散开嗯那你说新竹是一片一片的新竹我们对我们是一片一片的哎哦太久没吃了嗯都是贡丸对不对而且里面是红色的对这是院家的红糟确定是红糟嗯好 那那插贵过年还分啊过节还分半年圆冬节圆这什么意思啊嗯就其实我们一般现在知道说可能元宵节吃汤圆嘛嗯但是其实在台南像是归人地区它是不是整个台南都有像比较是归人地区那边他们可能半年就是六月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就是吃那个半年圆这样子半年圆是一个节庆活动还是一种食物 他其实哎两个应该两个都是他其实就是现在我们在吃的就是红白小汤圆啊他们现在也在吃这个但是在六月的时候会特别有一天来煮这个哦那其实就是对他其实用意就是说哎感谢就是今年过了一半啊希望下半年也可以顺利这样子嗯嗯哦所以他那个半年圆到底什么做的就是现在现在版本就是红白小汤圆红白小汤圆 嗯对更早以前没有采取到相关的照片 嗯哦哦哦哦哦你里面 你里面你里面有题啊就以 柜柜累 来开启这个新年的一年 米粮的文化里面 就是不同的时间要吃什么 不同的米制度对不对 对对对 那你觉得比较有趣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比较有趣介绍一下在台南在台南 其中一个就是那个冬至的时候吃菜包嘛 可是台南冬至菜包外皮是用米做的 那不就是包子嘛 对但是我们现在想象的菜包就是面粉皮嘛 里面可能包那个高铃菜 你这个菜包看起来像贵不像包子 对因为它是米做的皮 对啊那这不是黏黏的那肯定是糯米了 对没有错没有错 黏黏的还是再来米 是糯米好不好吃 你做研究的时候有没有去吃啊 米丸有啊有啊有去吃 我自己是蛮喜欢的 它的特别是在于说它外出外层是那个QQ的表层之外 而且绿绿的哦 绿绿应该是那时候灯光照下 它其实是半透明状就是 洗米水的那种颜色 OK洗米水 那里面包什么好不好吃嘛 最重要是好不好吃呢 里面是甜甜咸咸的可能很多人吃不习惯 因为它里头像是它会包红萝卜啊木耳啊 然后那个高丽菜干啊 重点是它会加一匙花生粉在里面 加在外面还是里面 里面 里面啊 哦 跟馅料一起嘛 哦 所以你吃起来就是甜甜咸咸咸的 嗯 很多人可能会吃不习惯 现在还买得到吗 现在还有吗 这冬至限定啊 就是一定要在冬至的前 冬至跟冬至之前才买得到 不是那你得要 你得要有很多的店家来一起来做 他才会大家才买得到 还是说他就少数几家会做 所以每到冬至台南人都到那几家去买 结果那造就这个生意就好得不得了 他一年只要做一个冬至就够了 这样说也是啦 就是因为其实不是每一家店都有卖 所以我在书中有整理一些 我确认他们可能每年都有卖的 有把这几间店名给大家 就是大家如果想去试看的话 你一家一家去查找哦 对对对对 很花时间耶 那怎么知道啊 就问对不对 问啊 或者是看 有些店家自己有开粉丝专业嘛 然后有时候自己去市场走啊 然后就是市场会有饼铺 那就会知道说啊 他今年有没有买这样子 哦那各家有没有差异啊 做法应该略有出入嘛 大家各有各凭本事 会不会 对对对对 但我没有到每一家都吃过 因为这我感觉他很好吃 但是糯米吃太多 可能有的胃不好的人 可能就没有办法扛不住哦 对不对 对 我看你那也 我看我在猜你的胃 应该也不算太好 我大概吃一颗就饱了 是不是不是饱的问题 会不会胃酸过多啊之类的 我觉得我是不会啦 因为那个要看每个人胃本身很重 但是真的很饱 很重啊 很重啊 我觉得很重 可是他小小的看 他有一点像 有一点像真的 真的那个真的肉丸 对不对 有一点 有一点像 对他确实是用真的把它吹熟了 嗯 包了笋丝豆干 菜脯等等 菜脯一定好吃 对不对 然后你里面 对 你里面说在万香饼铺 昂骨粿 金家昂骨粿 天新鲜 素食喜饼 吉庆行 好市多饼铺等都有 听众朋友 所以你今天到台南去玩啊 你可以 看这本书啊 他里面有介绍一些这个 台南在地的这个 很经典风味的这些小池 跟米有关的 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嗯 来我们继续跟这个 邱慕容啊 他是 延绵的餐桌 还有流转的街道 这两本书的作者 那他做了台湾米食文化的 这个历史啊 他去爬梳了一些 南部的一些 一些故事啊 来跟大家分享 因为他当然 他是接受了一个 政府的这个 这个计划 就做了一个这个 城市米食文化 米粮文化的这个计划 他发掘出来 然后来跟大家分享 书里面有调道了 因为米除了我们自己吃以外 还有做作为这个 拜拜祭祀用的这些米食 来有哪些特殊的米食 只有在在地才有 嗯 就是刚才有讲到的 像是菜包嘛 那这台南还有米格铲 那什么东西 米格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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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不标准你就打我枪 没关系 哈哈哈哈 写成字是怎么样 就是米糕 然后第三个字是写箭 箭是 左边一个木头 右边一个存放的存 诶这什么字啊 真的你看 这是念箭 但是其实他算是有 因为以前的人对于字 并没有那么的讲究 所以他其实也有写成其他 像是密箭的箭啊 就是其他的箭 不同的写法 只是发音了啊 对对对 重点是发音 那现在的话 其实有一个在做的皇家的 米格铲 就是他们希望他们主要是把字 把它写成左边一个木 右边一个存 那主要其实 这第三个字其实就讲了 就是这个米格铲的 制作的时候的状态 他其实就是一片一片 很长条状的木板 那每个板大概有150公分 这么长 已经快要差不多高 对啊跟人一样高 然后呢 是是 然后就是他就是几片木板 然后外面再用绳子把它捆起来 然后就会变成一个柱状体 那这个柱状体里面 其实就是把煮熟的糯米 糯米加上糖 然后煮熟以后拌一拌嘛 然后就把它放进那个箭筒里面 整趟 对 然后就放进里面 他其实就是你可以想象最下面 他其实是被上面的重量所压的 嗯 他整个米格铲做起来是快壮 然后就是 就是他 他这样子煮熟以后放凉 然后这样压 大概要放个一叶 然后吃起来就会QQ甜甜 非常好吃 所以他是吃 非常好吃哦 嗯 对 我也好喜欢 我看到你的照片 我看到你的照片 他是方 方柱体 哦 对对对 就是切开来像麻将啊 是不是 一块一块像不像麻将啊 他是一长条 像个棒子 棍子 对对对 这好吃啊 好好吃哦 他不是就是个甜糕吗 不是啊 但是他比一般的甜糯米糕 因为甜糯米糕他没有压过 所以他其实吃起来比较松一点 比较像我们吃的饭 顶多是油饭那个粘度 但是比一个盛 他压过之后 他整个是快粽 密密实实的这样子 可是他是米做的 一样是米做的啊 那他口感是什么 有没有类似的东西可以 QQ的 QQ的 然后他是长条切块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哇天呐 他可是他是用再来米 还是蓬莱米 他是用糯米 糯米啊 哇完了 吃这个吃多了 又要胃酸了 啊 这个还 而且还会变胖 哈哈哈 肯定 不是还会升糖指数勒 啊 是 但是以前人 老动多嘛 比较没有这个烦哦 你觉得他真的好吃哦 而且他的制作 制作这个这个 这个米糕的这个这个叫什么 那个那个那个桶啊 现在还有人在做吗 应该很少了吧 很少对 所以其实现在老师傅用的那个木板啊 其实东马是很久以前 他可能他爸爸那个时代留下来的 嗯 ok 然后还也是可以定制啦 应该还是可以找木材行定制 不是你定制没有用啊 你要有人做啊 没有现代人都不愿意做这些东西了嘛 越来越久就越来越失传了怎么办 啊 确实是啦 但是就是因为他是木板嘛 就一片一片 应该是只要有合适的木板 然后就是因为他是木板 123456 应该是六角形 就是六片木板合在一起的 所以说其实就是把 定制到合适的木板就可以再做 ok 我这这本书里面你还做了一点 像延绵的餐桌 他里面做到了一些祭祀用的米食啊 就拜拜祭祀用的米食 像像有一种东西叫做佛手 还有佛包 这看起来就很厉害啊 哦 他他他做的做的样子 我本来一一看乍看 我以为是小白兔人 结果不是像不像 也很像rock and roll的手势 对也很像哈 对这样子 那其实他是那个观音 观音的手势啦 是吗 而且这还有一些字好特别哦 像这叫壁桃 那什么玩意儿啊 那什么东西啊 红圆 哎呦 对安仪 对对 这个到哪里有啊 都要到那种佛具店才有吧 其实他就是一般在台南这边的饼铺会做的 像我们昨天鬼门开嘛 那其实像是普渡的 他也是只有普渡的时候才有卖 那那这个叫三色果 给好兄弟吃哦 是是是 对叫三色果 三色鬼 三色鬼 那为什么三色就是有三种嘛 一种叫某河 一种叫比特 一种叫安仪 然后它会有不同的形状 那一个是 它其实吃的时候有顺序 像是第一个要吃某河 某河就是 它其实是莲花 这个这个是 莲花 的介绍的版本 就是说 诶 二鬼要吃了莲花 之后才可以吞 那接下来就可以吃 比特 比特是什么 比特是一个 它是用面粉做的一个柜 就是一个面粉包 但是它有裂开这样子 那就是象征要脱离这个地狱之门 那第三个安仪呢 就是有团圆的意思 那就红色一团 所以就是吃了莲花可以吞燕 对对对 红色一球这样 一颗圆圆的 那这个就是 普渡的时候可以拿来 记百好兄弟的其中一个 也只有这个时候才有做 所以如果现在听到 听到节目的观众朋友 如果在台南的话 就可以赶快去一些 比较传统的病库 就是有机会他们有卖 那重点是好不好吃嘛 它淀粉那么多 我们现在吃淀粉 没吃那么多嘛 对不对 对我觉得其实 它的口味上 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就是非常像类似吃瘦陶 对对对 那是吃瘦陶糕米 就是面粉跟糖做的那种口感 但是我觉得它就是吃个 吃醋味啦 就是因为那些形状很有趣 然后它背后它自己的故事 我觉得还是可以试试看的 哦就是就是应景一下 然后也知道这个过去 我们怎么样的这个 过日子的对不对 就除了除了平日的生活 然后碰到了节庆 还有一些节庆应对的这些 这些米食 所以你也把它 你也把它做了整理 找出来跟大家分享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 生老病死出生的婴儿 也要碰到这个 专门为他们做的这些米食啊 有哪些东西 对对对 其实像是我们一开始 我们现在都现在都还是有 就是油饭嘛 这个这个典故到底是哪里来的 你有研究吗 没有 没有特别对 但是就是比较一些古老文献 就是会记载说有这件事情 嗯 就生小孩要送油饭给亲戚朋友邻居 是是是 那有时候会送昂仪 又是昂仪了 昂仪非常常出现 可是那个时候的 那个时候昂仪的红色怎么来 就是我们现在是食用色素啊 那过去可能应该是一些植物的那个 对植物萃取出来的色素吧 现在也是食用色素对不对 现在是食用色素 就是可以看到他们调一碗水 是黄色的这样 而且你书里面写到说 出生的婴儿啊 有四个礼仪要注意到 哪四个 就是有三朝之礼 然后满月礼 然后做细轨礼 做豆嘴这样 做豆嘴 这这这这四项 这都那么传统的东西 你都去研究了 对其实应该是文献上有记载 我们就把它整理下来 但是现在是不是都有在实行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这真的好传统 对你这里面也做了一个成年礼的米食 你看出生婴儿 但这个就有成年礼现在很多 来有哪些 成年礼的话 就是在台南这边有做16岁吗 那其实就是象征是成年 16算就成年了 对以前是16岁 就是象征成年以后 你就可以领个大人的工资这样子 16岁就可以领大人工资 对对对以前台南有很多 像是台南五条港里面有些码头 那就有码头工人 那小朋友做的就是修工 然后童工那种 钱跟领到钱跟大人是不一样 所以有时候去做个16岁 其实也就是象征 我今天已经成年了 我就可以领大人的薪水 对对对对 那做16岁就会有那个相应的米食 那吃什么 像是就是有格啊 就是像这个格啊 然后还有一个汤圆 只是他内凹一个洞 他其实就是白色那种汤圆 然后内凹一个洞 但是传说是为了接触织女的眼泪啦 但是当然这个就是 织女织女 你成年了这是喜事吗 你哭什么呢 你为什么不问他了 对不对 这个在七夕的时候做 你好不容易成年了 那个牛郎织女的织女 那么掉什么眼泪了 怪怪的 所以他要吃一种软的粿 还要吃粽子哦 成年要吃粽子哦 对对这怪的会拜粽子 对有些人就是像 那个做16岁的时候 会有些人会是传粽子去拜拜 这样子 带粽子去拜 对给神明吃 对 这可能这没有听过哦 对那粽子吃粽子是今年屈原的 结果现在变得你 你长大了 也要拎两串去拜一下 对对对 但其实其实现在在台南 我们也是沾餐都来吃粽子 真的假的 真的在台南好多小吃店 都是卖粽子 早餐午餐晚餐都吃得到 还有24小时的 哦 哎还有一种 还有一种是结婚也要 结婚也要送送米啊 这个像糯米饭 但又不像 但是给给这些店家做起来 就像现代化了 就是用红豆来做个心形啊 Heart 哦这个是米糕 古时候一定不是这样的嘛 这个米糕又跟那种米糕不一样 有的米糕是把米磨成粉做成糕 对不对 这个好像不是 这好像直接用糯米 去吹蒸让它熟做成一个糕 对不对 不一样哦 所以它米粒比较明显 另外一种米糕是把米磨成了米浆 再去塑形做成糕 对不对 这两种不太一样 对对对 那这个是 它其实就是糯米饭啊 只是把它塑形 所以像坦南还有米糕菇 就是米糕粿 啊其实它也是同样的道理 就是糯米糯米加糖 吹熟以后塑形 只是做成乌龟的形状 不是那这样讲起来方法差不多 那只是做的形 做出的形状 或是里面包的内馅不一样 那就千奇千之百艳了嘛 这其实做法都一样 对以前的原料就只有这些嘛 那可是因为有时候我们要讨个好 讨个吉利讨个好彩头啊 那就是希望乌龟可能有长寿意涵啊 然后就拿去拜 就是生命生日的时候就拿去拜拜嘛 那类似这样子 对 哦原来啊 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待会回来啊 看看还有什么比较好玩的这个 这个米食 你觉得非要大家记住的 来跟邱慕容 她是延绵的餐桌 还有流转的街道啊 蔚蓝文化出版社的这个书的作者 专门在研究这个米食的文化 这两本书的差异 刚在休息的时候 我跟慕容稍微聊了一下 她说流转的街道啊 这本书是在讲空间 讲去处 讲哪里有卖的 那另外一本 延绵的餐桌 它是讲的比较多的是故事 讲的比较多的是文化 米食的文化 但是我觉得 要讲到地方 那我们就来聊哪些地方 有什么也蛮有趣的啊 比如说 安平区 你这本书里面就在介绍哪些地方有米航 对不对 对没错 你讲到这个米航 以前的米在哪里卖 以前米航长得比较像 干嘛店对不对 你没经历过 但你有去看对不对 有一些台南下的米航也是保留着蛮古早的样子 对就是米 里面还像个仓库一样 很多米航像个仓库一袋一袋 像水泥袋一样的那样放米 对不对 对对对 可是可是有的店 有的店就不一样了 有的店就比较现代化了 比较 那个那个白米的样 就像有一点像我们去买五股杂粮 现在有一些是用透明压克力在放 有没有 然后 是是是 你下面按个扭 它就这样掉下来 那种就很时尚 对不对 给年轻人 我觉得年轻人也不是去买来吃的 我觉得他是买来玩的 对不对 会不会是把米 把米买来玩啊 会不会 不会我们还是有在煮饭啦 对不能玩米啊 那个照古老的传说 照古老传说 你这样会被雷打到 对不对 而且我看到一些 一些一些这个米舱米航的这个 衬就想到小时候了 以前的衬 大大的要站上去 然后用一个像砸刀一样的那样子来 蓝色的 你介绍那么多米航干嘛 做米的人 那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 应该一方面来讲 就是刚才有提到 就是台南从过去的500间米店 到现在 其实剩不到100间 那他们其实是一个 就是越来越 也不能说他们 越来越少 对越来越 这个现象是没有错 就越来越少 但是其实 从这些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像 没有转型的 跟有转型的 其实也呈现出了一个整个米粮发展 历史脉络的 从过去到现在 但我觉得有一些蛮有趣的 但是有一些 有一些米店 他们其实就知道说 台湾人现在越吃米越少 他们就开始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例如他们转型做什么 对就是把米做成洗面乳 我不知道姚大师会不会想办 洗面乳可以拿来 他的是一些发酵蔬菜干燥抹粉 然后把米也抹成粉 就做成了一个日晒发芽米的 蔬果酵素洗盐膜 这个就厉害了 对就是他大概30年前 那个老板就开始 那他一定发财了 有没有 也不能说 他是有放到百货公司去卖 但是也没有说到发财 应该是说老板自己本身 就像发明家这样子 然后我自己有洗过 真的他洗起来 就是粉状香香的这样子 那因为他没有加防腐剂 老实说他其实也可以吃 可以靠茶 真的假的 我还是拿来洗 对对对 因为老板有吃给我看 这个我有讲过 我在25、56年前 我写过一篇文章 我说因为台湾是碰到 古建商农 就每一年都会 都会有稻米生产过剩的问题 到现在还是 对不对 虽然产量可能 随着都市的发展 产量可能减少 但每年 每年还是有过量 所以我那时候就说 这个要转型 要怎么 就米就不再只是米 他就可以 可以获得比较高的利润 比如说 比如说 像先辈 对不对 那他变成那样 然后拜拜一定要用他 那他就比 他就 他可能用少量的米 做成先辈 可是他创造的经济产值 可能就高了 然后在美国 美国有些传统的习俗 就新人结婚 你要弄两个铁罐 铁罐打几个洞 然后把米放在里面 然后拖在车子后面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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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庆祝你知道吗 那你知道那买那个 那个两小包米就多少钱了 就好多钱 比你吃两大锅米还贵啊 所以就是你必须要有个观念 就是白米非米 就米已经不再是米 它的价值就出来了 对不对 可是你如果米 就是你永远把米只能当成 做干饭稀饭 或者做米糕 它的价值就那样子 但你如果就像你刚刚讲的 把它变成一个生计产品 对不对 然后让你年轻十岁之类的 对不对 那它就可以比较有加 但是你刚刚也没讲 到底有没有效 算了算了算了 因为它就是洗面乳嘛 我觉得洗得干净就可以了 其实是有啦 其实很多米 用米来转的东西啦 比如说像在做 有一阵子很流行这个火锅 用那种鸡汤锅你知道 然后里面就很浓 然后它要制造那浓稠感 就用再来米打浆放进去 这也没什么 就是本来一锅可能三百锅底 那你现在把它变成米 这样可能就加五十 也没什么对不对 也没什么大的经济产 我觉得还是你比较厉害 把它变成了洗面乳 还有什么米店 你觉得比较厉害的 就转型 我觉得还有一间 蛮有趣的在台南 那他那一间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说 那个老板他本身也是个米食的爱好者 所以他甚至呢 他自己 例如说他批发给一些小吃店嘛 那去小吃店的时候 他还会去吃那些小吃店做的东西 看看好不好 他的汤圆啊 对对 他的排饭 如果煮不好他还会直接走进厨房跟那个厨师沟通一下 哎呦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这很有意思啊 售后服务很完善 对啊对啊 那到底就他觉得应该怎么做 他比较知道怎么做才会比较好吃嘛 对他自己自己卖的米嘛 对对对 这是哪一家啊 其实他自己也没卖那些东西啊 他只卖米 他还有卖一些杂粮 那间叫新泰行 新很新的新泰国的泰 新泰行 老板很年轻 三十几岁而已 三十几岁跑到人家店去跟人家踢馆 那怎么行啊 刚才很熟 要长相流氓 哈哈哈哈 你的意思你是说长相决定胜负就对了 是吧 啊是不是 也没有啦 老板真的是专业 他真的 你长得像流氓 我得看一看翻一翻 怎么会 好像没有拍到他 你这个年轻人直接就要讲 跟他很熟所以没关系 哦好 那还有呢 还有什么好玩的 哦还有粘米厂 对在安平那边还有一间就是保留木制的粘米机 非常的漂亮 哦对 但是那台现在没有再用了 哦那古董了 叫水木粘米厂 哦对 他其实已经坏掉二十年了 但是他们反正就是 他也不修 其实久了有感情就摆在店里啊 啊那怎么办啊 那那那后后人也不也不接这个 也不继承家业 那这个这怎么办啊 这是让人担忧哎啊 之后可能可能如果没有人继承 或没有人要的话 要嘛就是捐出去 要嘛就是把拆解掉 哦 其实台南蛮多那种过去的 老粘米厂现在都是这个状况 哎我觉得这样这样讲起来就有点感伤了啊 就是我们小时候的生活在社区在附近都有这些米店啊 米粮行啊 甚至偶尔会看到一些粘米厂 现在如果在城市里面越来越少 你得跑到南部的乡下 像你说的台南这都还在对不对 你得跑到这地方 才看得到 哎呀 但是那我们去去看 也没有要买这样好吗 我自己是因为其实那些米行啊 他们其实是可以买50块20块都可以 是啊 你买50块20块的米 你买20块的米 这有点尴尬吧 不会啊 其实就像以前杂货店一样 杂货店买酒也可以用杯 用菇的 对 对对对 这几十百米也是一样 我觉得反而是 哎你可以尝试不同品种的米啊 然后或者是少量的买 就有个塑料袋装着嘛 对啊 我们可以吃不一样的味道 那又新鲜 你有这样试过啊 你有这样试过 有啊有啊 找个三五加米 我最近去买 买一公斤的西螺米 50块 用塑料袋装好 一个人吃的话 一公斤一公斤的买嘛 也很新鲜 一公斤可以做几碗 吃到什么时候 这样食量小的话 一次我都少个30克左右 你还去秤啊 那这样一公斤 对 你还有秤啊 你买米回家 我有秤啊 跟老板讲 哎我买一公斤50块 然后回家来煮饭 然后拿个小秤 秤30公克 30公克是几碗 你可以 一碗 一碗 一碗30公克 所以小碗啊 没有很大碗 不是啊 那我不礼貌的请问一下 30公克的米 你得用什么东西去蒸它啊 大同电锅 一样用电锅 大同电锅 是吗 可以 30公克 放在电锅里 放得满吗 那个底层 放不满 放不 哎放得满 放得满 它是薄薄一层而已 那不是蒸出来 你弄不好 就变锅巴了 变饼干 米饼啊 会不会 不会啦 因为电锅火力 它们自己会调 不是啊 那你30公克 那水要怎么放啊 水就是1比1啊 是这样吗 大部分 是这样子 但是如果是比较旧的米啊 你可以再多放 可能1比1.1 因为旧的米比较干 它可以吸一点水 新的米 相反 新的米可以放个0.9这样 哦 是哦 对对对 这个也都是跟米航老板 买米的时候知道的 学的 但我只是好奇 你又不是 我们又不是那种 那种留学生出国 一定要带一个大同电锅吗 有没有 然后那大同电锅 你那个尺寸也不能太小吗 那你问你30公克 你放那个大同电锅内锅里 我我我一直在想 搞不好放不满呢 那个怎么怎么吹 真的啊 我的电锅比较小 是吗 真的吗 对有比较小的电锅 你会不会买错 你买的是不是纪念品啊 是不是 不是生活用 不是生活用品 只是摆好看的 会不会啊 不会啊 又可爱又可以煮 你不用煮给家人啊 你就自己煮哦 对因为我是一个人在房 外面租房子嘛 所以真的就是这样煮饭 一次30公克 哦 这样一餐一碗这样 哦然后然后 东逛逛西逛逛 今天买 东家 明天买西家 这样子 来看看大家的米 有没有差异 对不对 然后再做个笔记 可以可以 可以啊 真的 哦 真的好好玩哦 你的工作实在很有趣 那你还在做米的研究啊 现在比较少 但是我都会 因为做了这个研究 我会非常认真在吃米 就是台南哪一间便当店的米 好吃 哎我知道啊 因为其实大家大部分人都觉得便当店的米很难吃 但是还是有少数几件很认真在煮的 便当店的米很难吃 不会吧 有的还蛮多的 有一些那个用用那个竹竹片便当 有没有 那个米饭就很香啊 那个那个是讲究的啊 其实一般来讲 就像之前去吃过那种 那种很大间的 他可能其实甚至不是用台湾米 他其实用美国米 啊 美国米 对 那这样太对不起我们台湾台湾 居民同胞了 对不对 我们都已经生产过剩 你还不救救救救救米龙 你跑去买美国大兵的米干什么 对不对 便宜啊 这怎么会来 他坐飞机来呀 哎 这个应该有牵扯到一些 他们生产成本跟关税问题 我没有那么清楚 但是我确实知道 就确实有吃过在 买美国米是怪怪的哦 旁边的米袋就是美国来的 真的吗 真的真的 好啦这很有趣 其实一般人是吃不出来啦 是吗 哎不不会 现代人越来越讲 哎现代人越来越讲就吃米饭好不好 你看啊 还有一些人专门跑去日本拎 拎电锅回来的 有没有 对对对 有没有还会在比 而是Panasonic比较厉害 还是Toshiba比较强 还是虎牌 还是相应 都不一样啊 那个蒸出来 而且店家也在也在烤炬 就你买米是一回事 你你蒸饭要有好的工具啊 对不对 对对对 对啊 他们就就就 就有些人就专门跑到 跑到日本去买那种商业用的电锅 真的 对还是越来越讲究了 怎么会不讲究 那个吃美国米一定会 一定会被发现 怎么不会 啊 万食便宜的便当可能有机会 但是我们自己吃一定要 越吃越好 对了对了 好啦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到了 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啊 这个慕容啊 他叫邱慕容 慕是敦青慕林的慕 慕是荣毅的荣 他出了两本书 一本叫流转的街道 另外一本叫延绵的餐桌 是蔚蓝文化出版的 里面就是在讲这个 府城的米粮研究 一个是府城的米食文化 一个是府城的米粮研究 讲到府城啊 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啊 利用周休二日或者连续假期到台南去玩 想要看看府城有什么好玩的 那这两本书也可以给大家做参考 今天谢谢慕容跟我们连线啊 下次你要出什么书 现在还在写 还在写啊 叫什么 对对对 哪个部分 台南的物质文化有关系 物质文化 对对对 例如什么叫物质 就是用一些比较是比较像类似像博物馆的产品啊 就是这样 其实一支笔也是物质嘛 一块石碑也是物质 我们要计划一群人用这些台南的一些石碑啊 或是文书啊 各式各样的物件要讲个台南的历史 从不同的面向来讲台南的物质 正在进行中 是的是的 对对对对 每个物件都有它的故事 好的很期待赶快这本书出出来啊 我们看看有什么我们不认识的物质啊 今天谢谢慕容跟我们连线 希望你这个书卖的很好 然后下一本书早一点完成 好拜拜 好谢谢 不客气 拜拜 拜拜